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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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就是替身 我发现我有点想不住他 咱们聊点生活上的事吧 好 我看编导给我的资料 这个资料上 您特别喜欢小动物 特别有爱心 非常的喜欢小动物 是 是 是 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怎么说呢 反正基本上每顿都得有点 您是想要面对错误的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 谢谢啊 这就是我现在想跟你们很多年轻人你们说的 很多年轻人犯了错误以后 你们总是自责 是 哎呀 总觉得这个错误是我犯的 这怎么办呢 甚至有人得了抑郁症 哦 没有 是 谁没犯过错误 我也犯过错误 那么当我知道这个错误是我犯的 我是怎么做的 你是怎么做的 静下来 沏上一杯茶 好好地想一想 怎么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什么嘉宾 给他们大家时间了 马上请出第二位嘉宾 第二位嘉宾呀 是来自北京 活不腻保健中心的主任医师 来洗了 掌声有请 来江峰 来 坐 哎呀 您现在有什么养生方法吗 就是吃 我觉得有这么三句 请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哪三句呀 早晨吃得像乞丐 中午吃得像乞丐 晚上吃得像乞丐 这不就是乞丐吗 这不乞丐三顿饭吗 这是 早晨吃得像皇帝呀 早晨吃得像皇帝 对呀 因为早餐是人一天最重要的一餐 吃对了一天都有精神 这话说的对 但是现在很多老年人包括你们年轻人啊 你们在吃早餐上 你们有一个严重的误区 什么误区 你们喜欢 空腹吃早饭 空腹吃早饭 第一天给我们解释一下 怎么样能不空腹吃早饭 我给大家说一颗心情 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就想听这个谜 您知道吗 怎么样不空腹吃早饭 你喝杯水呀 喝杯水不就不空腹了吗 早晨一杯水清肠又润味 这话我还真听说过 那么下面有一个环节呀 叫有难我来帮 那么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这个观众啊 像这个莱教授咨询 咨询有没有 有没有观众 有啊 有 还真有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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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坐坐坐 好 有什么事 来可以问一下 来教授 教授你好 我就想咨询一下 我爸爸哈 总爱出嘘汗 你爸爸总爱出嘘汗 我想了解一下 你父亲的生活好吗 行 好 你爸爸今年多大了 48 48 结果婚呢 没结果婚 差哪来的呀 对不起 你爸爸今年48 你妈妈今年多大了 跟我爸同更 同更 什么意思 就是同岁 一边大 哦 双胞胎 等会儿啊 双胞胎啊 同岁就双胞胎啊 你怎么把这出嘘汗 这事好不好 我刚才了解了一下 你的情况啊 总出嘘汗 你父亲这是典型的肾虚 肾虚啊 肾虚 那怎么办啊 吃点啥呀 吃腰子呀 吃腰子 吃腰子呀 为什么要 而且我告诉你 要生吃腰子 把腰子买回来 洗干净 拿棍穿好了 冻冰箱里 冻凉了拿出来 含着吃 那这是为什么要生吃腰子呢 劲儿大 那我问问您吧 我岳父啊 现在有这个脑血栓冠心病 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 亚洲炎大脑炎心脏病 这吃什么 这个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我就问您怎么样预防这些病 那你没说清楚啊 对不起啊 吃腰子呀 吃腰子上哪开会来了 你看我跟你说 这是你们都误解那个词了 真正中医讲究什么呀 四个字 哪四个字 凉腰苦口 我说那腰子干嘛动起来 凉腰苦口 对 我爸爸吧 不仅爱出嘘汗 他还总爱发脾气 一怒 总爱发脾气 一天天 咬人吗 咬人了吗 不 就是爱发脾气是吧 一怒 让你爸爸练心呢 练心 没事写写字画画画 修身养性 这个对了 练练心 是是是 教授我平时也爱画画 我那个今天还特意带来了 一幅我的得意之作 开过画展的画 我今天把画带来了 对 哎呦 那听众友谈 来来掌声邀请一下 来教授 把他的得意之作 哎呦 我们展示一下 你洗手了没有 教授我手干净的 手干净的 不会把您画弄脏的 好嘞 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嘞 这幅画是吧 对 我觉得怎么应该摸完这画 应该洗手 我就是那个 这幅画是有寓意的 和平年代 我先问一下您啊 就这两只鸡 这是和平哥 和平哥是吧 对 那这小猪这个 这是猪吗 这是长颈鹿 这是太阳 哎呦我说对了 我说对了 这太阳的睫毛还挺上 这是母太阳吧 这是哈 那这小怪物呢 那是我 哈哈哈 这是腰吧 这俩 哈哈 哈哈哈 对对对对对对 我这是有寓意的 哦什么寓意 我要和平 谢谢您来 教授 希望下次您再有时间的时候 也不要再来我们的节目了 好 那就 咱们下回再见 再见 再见 好 来 教授 老贾 您帮我把这垃圾带下去 主持人 你好 又来一漂亮姑娘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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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 是这样 我呢 最近想到一个剧组里面去面试 然后我想通过这个节目找一个老师 能够教我一些小才艺 什么剧组 那个剧组的名字叫 我那么爱你 你去拉 闭嘴 今天你也算来着了 今天我们节目来了一位 大批刹舞蹈学院的 舞蹈老师 水星老师 掌声 有请 你好 水老师 平时没少吃腰子吧 一上台大家都能看出来啊 一上台那种 就透着那种朝气蓬勃 来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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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跟水老师聊一聊 好 水老师 您是怎么样走上舞蹈这条道路上的呢 哎呀 那说来话就长了 没事 您说您的 我们还有时间 好 在地球刚刚有人类的 闭嘴 这话头太长了这个 您怎么着 您直接问 求助者 问问他这个 有什么想法 我想去一个剧组去面试 想跟您学一点小的才艺 小的才艺 好啊 那这样 老师教你一段口技好不好 真的 口技 口技 你还 你不舞蹈了还会口技呢 我在练舞蹈之前 我是一名口技演员 那太好了 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好 你看 那这样 我给大家来一段这个 白鸟潮奏 好 鸡鸡骨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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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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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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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鸡�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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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知道蔡明吗 当然知道了 蔡明知道是吧 老师是蔡明的专用教练 我每个比赛都要去教她瑜伽 喜欢瑜伽吗 喜欢 不然我回去我也可以教教我妈妈呀 教教 跟我学瑜伽 下来吧下来吧 蔡明这么大腕 天天跟家里干这个呀 别学着啊 你母亲多大了 今年 六十多了 六十多老太太跟家干这 别弄这 行得舞蹈行不行 这也简单吧 那是舞蹈老师 那老师只能教你舞蹈了 舞蹈一下 好不好 好 你想学民族舞还是现代舞 肯定是民族舞啊 民族舞 对 想学哪的民族舞 歹族 云南歹族 歹族 好 那老师只能教你一段歹族舞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新疆好心好 好 您带着那脑袋就为了显字用的是吗 不是 我跟您说 他说云南歹族舞 您那新疆那俩字都唱出来了 那歹族舞 我得有歹族的音乐 您说我给您哼哼不就完了吗 来 这还是新疆好 来 要不你这样 你明天再来 下个节 下一个节 主持人 先走吧 我刚刚是想走 但是我现在不能走 为什么 你留我看会儿笑话 水老师啊 您觉得这个舞蹈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舞蹈的最高境界就是人与自然的结合 哦 人与自然的结合 对 举个例子 你们看杨丽萍 杨丽萍 杨丽萍 杨丽萍的孔雀舞多么的优美 是是是 一伸手一头足 他巴搭搭搭 那他是孔雀 对了 那您 他是女的 哦 他模仿孔雀 那么我是男的 我模仿 大象 来我们 我们看看您的大象 好不好 大象 展示一下 来看看跟那个孔雀有什么不一样 好 好久没有跳大象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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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主持人在这儿呢 这儿呢 这儿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都转晕了都 不是这大象为什么要转呀 那转就对了啊 晕头 转向 呀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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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跳的怎么样 你说什么 看我跳的怎么样 你开心就好 哈哈哈哈 那你有没有什么绝活 最后来个绝活 那么这样吧 接下来我就把我自编自唱的 呃 舞蹈 动物世界 献给大家 好 好不好 请陈友想跟你相认一下 啊 我这个舞蹈里能不能融入我的口径 不能 啊 哈哈哈哈 直接就动物世界就可以了 好嘞 好好好 来 来 音响师开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嘿嘿 走了嘿 走了嘿 我有点 李佛家 快 呜 他是 这